工作人員看見大樹開始搖晃 驚覺不對勁 立刻往後狂奔 下一秒12層樓高的神木 硬身折斷 當場倒地 場面嚇人 員工目睹神木倒地 眼淚都快流出來 而這棵斷裂的大樹 其實是台中古關殖民地標五葉松神木 如今整棵大樹從底座斷成兩半 飯店業者表示 神木的底部已經被白蚁住空 雖然盡力治療 但最後還是不敵強風清洗 他是台灣原生種五葉松 超過一千年 白蚁住了很大的一個洞 今天的話就可能因為是強正風的關係 突然就把它倒閉了 五葉松神木在台中古關樹林超過千年 這起斷裂意外發生在九號上午11點多 神木被強風吹得搖搖晃晃 最後不堪負荷 往飯店方向倒下 但神奇的是 雖然有部分設施找到壓毀 但後方的飯店主建築 都沒有出現嚴重毀損 面對千年神木倒地 員工相當不捨 而業者表示 將會把神木主幹乾燥後 處理樹立在原地 期望讓神木成為古關的精神象徵 進行王中軍 趙建林 陳志豐 採訪報導